我先给大家聊一个 关于我们报表汇总的这样的一个小案例吧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呢 如果大家是在一个集团公司中去工作的话 我们经常会涉及到一个报表汇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吧 比如说一个公司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分公司 这是一个大的集团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定期呢 按周按月按季度呢 去从各个公司来搜集他们的一个input 然后作为我们对这个周报月报季报的一个整合的一个data resource 对吧 那么如何把这些公司提供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快速的给它合并在一起 就成为我们要去经常去解决的一个事情 那如果是比较笨的办法呢 在过去的工作中呢 我看到好多同事啊是这么去做的哈 比如说我们有complain one two three four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复制粘贴到我们这个模板各个公司对应的这样的页面里面去了 那么他在进行汇总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做呢 比如说我这个前面是空的对吧 他会这样的等于公司一的OK 第二的这样的一个单元格再加上公司二的同样一个单元格 然后再加上公司三的这个单格 他会一个一个这样的加上去 然后 在前面把这个公司再拖拖拽拽给它覆盖到其他的一个单元格的区域里面去 这么做不是说不对 但是实在是太浪费时间 而且当你考虑到这个模板里面 我现在的这个案例里面是十个公司 那如果放到我自己的公司里面去 我们在全球有57家的公司 我每一次汇总我都是靠手指头在这一个一个加上去 而且很有可能到了某一个公司的时候 我会点错它的一个单元格的位置 我天我要是加错一个 我回头再去纠错的话 我可能很容易就把自己给搞不住了 是吧 所以是毫无疑问 我讲的这样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笨办法 就是不推荐大家怎么去做 在这里边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很容易学的一个小技巧 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一个学习难度 这里边最重要的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第一我们如何快速的完成我们多个页面的 同格式的这些页面的一个快速合并 那我们不要用手指头一个一个的去敲 一个一个的去连用加号 我们要怎么做呢 如果说在公司中每一个模板都是标准的 这是一个大前提对吧 我们如果在比较大的公司工作都知道 我们任何一个报告的一个模板 最使用的最基本前提是什么 你要给它标准化 要统一化对吧 有多少行有多少列 什么信息填在什么位置 必须是统一的 然后不可以随意的去查入行或者是删除列 这是我们在职场使用Excel报告的时候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对吧 那这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合并分析或者是拆分 比较方便 所有的数据都是标准化的 在这个标准化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小技巧 你在前面建立一个Summary的一个页面 叫Summary Page 然后在这里面大家看我的截图 我在这个单格里面输入的是什么呢 等于Sum这是我们的加总函数对吧 Sum我们加总函数正常来讲的话 大家去写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去加总这些数据 我就用括号把这些数据连在一起 扩回然后一回车 我就得到了它一个总数对吧 那在这里面呢 它的逻辑并不是说我们要圈选一个单元格的一个范围 我们除了单元格的在本页面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选择 这种常用的形式以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思路再发散一下 利用我们多页面引用的这样的一个 Excel的一个逻辑 大家看一下哈 我在这里边我要输入一个等于Sum括号 然后用英文的单元号里面加一个星号碳号 然后后面跟一个单元格的一个位置内容 那么具体我在往里面输入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敲的等于Sum 然后我的B2的这样一个单元格位置 一会我拖拽的时候 它会变成B3 B4 B6 然后往右边拽 它的整个单元格的位置 就是对应到每个页的具体的同样的单元格位置 然后真正大家要去理解的是什么呢 是为什么要用单引号加个星号 然后后面这个碳号是什么意思 记住在我们的一个Cell中呢 它有自己的语言 对吧 我们要去理解它 那么在这里面碳号代表的是引用单元格的year的名字 后边碳号后边呢 是我引用的哪一year的哪个单元格的具体地址 比如它是B2啊 或者是C8啊 这都是我们单元格的一个地址 由航和列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的角度来综合路程 对吧 那我在这里面输入了这样一个星号之后呢 OK 现在变好了 我给大家直接实力演示一下 当我告诉Exile 我现在要引用的是碳号前面的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输入一个星号 星号在Exile中代表什么 代表全部 代表任意内容 也就是说 我输入了这个之后呢 Exile会识别 哦 碳号前面这个人输入了星号 那他就告诉我 页面中 整个Template里边 所有的页面都要被引用 然后每个页面引用的是什么 是各个year在B2这个单元格里的内容 然后我需要把它们加总在一起 通过SARM公式 记住啊 记住啊 比较模范的地方在这儿了 我输入的是这星号是吧 你看我回车 回车之后内容他自己发生了电话 对吧 他会显示 Company1 冒号 Company10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进行了一个翻译 我不是告诉你 我输入的是星号 我要包含这个 除了SARM页面以外 其他的所有页吗 他会自动的去找 OK 那就是从左到右 我一共有Company1到Company10 这样一个范围 中间这个冒号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左边是起点 右边是终点 对吧 前两天我上课的时候 有个同学问我 你这个函数里面 有个冒号是什么意思 当时我还在想 公式里面所有的这些参数 都跟逗号隔开的 为什么这个同学看到的冒号 后来我看了一下 原来他看到的是 引用内容的这个冒号 那么在所有的Excel引用中 逗号是间隔我们的单元格 然后冒号是告诉我们起点和终点 这样的一个连续区域 这是Excel的一个通用语言 所以说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看到了 星号可以指向任意的全部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这样一个 信号的引用 在探号之前设定了本模板里面 所有页面的一个加总 这个不是B2吗 记住我没有加任何的美元的 这样一个锁定符号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灵活引用的 我只需要把这个公式往右一转 然后一直加到底 到最后边一个单元格 你看到 其实就是它要引用 从Company1到Company10 所有的这些模板里面的H7的 这样一个固定的单元格 然后把这个10个页全都加在一起 所以我们轻松的就可以完成 不管你是10张表 50张表还是100张表 那个Template里边 只要各个页面都是标准的统一的 你就可以轻松的用输入信号的一个方法 来完成我们多张的报表的一个快速汇总 好吧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小知识点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是一个思路 第一呢 报告要标准化 模板要标准化 第二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探号前和探号后的 这样一个引用 来指定我们要引用的单元格 和引用的这样一个worksheet 这样的一个范围 从而通过函数 来快速完成我们想要的一种计算 对吧 今天的案例是要完成一个快速的数据汇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